嗨 大家好 我是修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 后看我内有内的Anacop Mid Gore-Tex中帮防水徒步鞋 这双鞋有在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 气温零度左右 负重12000个左右的户外多路况 使用了50多公里 还没有算上在城市暴走的距离 都表现很好 这双鞋有纯为了徒步买的 所以我会优先考虑防滑重量 中底厚度 中底落差 抗扭支撑 鞋帮高度 鞋圈 透气防水等参数 后对了还有颜值 不过影响我户外鞋购买的权重很低 综合以上因素结合我户外的实战感受 我的结论这是一双难得的户外好鞋 我们先看外底部分 在户外的土路 泥路 碎石路 草路 石板路 大石头路都走过了 防滑抓地表现都很棒 而影响抓地性能有三个因素 一是鞋底橡胶配方 二是鞋底纹路 三是防滑作用的鞋底位置和面积 外底橡胶是Vbrand家的MegaGrip湿地止滑配方 从越野跑领域备受好评 到现在徒步鞋也大规模因为这种配方 非常多用户反馈防滑 内膜监控的很好 足以证明配方是经得起实战的考验的 我陆陆续续也穿了很多这个外底配方的鞋子实战 当然也包括现在这一双 抓地性能无一例外的都表现很好 看一下鞋底纹路 在前后然有很多三叉星形状的赤尔 可以提供多个方向的阻力来防滑 这种纹路算是比较成熟的设计了 很多越野跑鞋的底部都有类似的纹路 外底橡胶大面积覆盖关键受力区域 在足中部镂空了一部分橡胶来减重 不过中底的缓震泡棉也做成了凸起的赤尔形状 提供了一定的抓地 对总抓地的影响较小 同时这双鞋的后跟增加了一段延伸的面积 起初我觉得很丑也没啥用 直到有一次下坡踩滑之后 情急之下我脚后跟蹬了一下 清晰的记得蹬了一下脚后跟是有受力的 就是那一下让我亮腔着走了几步 没有摔没有崴脚 多出来的延伸提供了一点点抓地 对于下坡来说很有用 中底是CM1V材料脚感偏刃 能够在清凉化的同时提供出色的缓震 材料特性在跑鞋领域算是平平 不过非常适合放到越野跑鞋或者在徒步鞋里 在没有内部和外侧抗扭装置的情况下 平自身材料就能达到很强的抗扭性能 脚贴在中底上 中底的抗扭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脚的过度形变 中底是一块凹进去的盆形区域 周围有一圈立体的中底海绵形成侧墙 内部脚的位置实际上比外面看到的要低 可以牢牢的锁住双脚 提供一定的支撑和包裹 前掌容易弯曲 不干扰人走路最自然的铺态 前掌高度24毫米 后掌高度30毫米 前后落差6毫米 这是我买这双鞋最最最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0-6毫米鞋底落差的鞋子 我穿着很舒服 对于这种柔软中底的徒步鞋来说 6毫米算是很棒的鞋底落差 因为再高下坡难 对膝盖的负担大 再小的话 负重走路累 背上10多公斤 20多公斤之后 加上自身的体重 鞋底的6毫米落差 经过压力产生形变 几乎会变到0-2毫米这个区间 具体也要看体重和鞋底材料的形变表现 负重之后接近0落差 也就是人的自然落差 不影响人走路的自然不态 比较健康 所以我才说这双鞋的鞋底落差很棒 接下来说一下中底厚度 我觉得这是这双鞋唯一的缺点 就是中底过高 见仁见智 没有这个厚底 可能也就不是这双鞋了 厚底可以从肾材上显高 对于这种中底泡面柔软的鞋子呢 可以增加厚度来提高缓震能力 这也是后盖家徒步鞋主打的特色之一 又或是增强对脚底的保护能力 等等等等 我本身个子也不高 穿厚底鞋还能显高 听下来种种原因 我都应该更喜欢厚底鞋才对 确实 最开始我是厚底硬底高帮徒步鞋派 我坚信这样的鞋子 对脚的保护才是最好的 但随着徒步四处的增加 我现在更偏爱低帮 薄底低落差的鞋子多一点 更具体一点 就是我现在喜欢前掌厚度在22mm以下 鞋子落差在4-6mm之间 中帮重量不超过450g 低帮重量不超过350g的鞋子 对我选鞋思路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人多的话会出一期视频 厚底鞋一般中底型面大 不光容易有泄力和拖沓感 还对肌肉力量要求更高 即使形面不大 因为重心高也会增加摔倒或崴脚的几率 同时一旦崴脚受伤也更严重 尤其是在杀伤的鞋面和下坡行走的时候 回想一下就难受 还有就是鞋子厚度的增加 会让脚对地面的感知变弱 有时地面的反馈会让身体感到危险 让人做出正确的反应 接下来聊一下鞋楦 在不压脚背的同时 爆锅感不错 鞋楦没有很欧美也没有很压周 宽容度很高 人的脚后跟边缘和脚腿并不在一条纸线上 上面有部分空间 鞋子很难做到完美贴合卡住 加上户外鞋 大部分人会选择买大一号 就很容易不跟脚 如果勒紧鞋带增加包裹和跟脚程度 脚容易被鞋口磨得不舒服 后跟处这一大块柔软的海绵 能够有效卡住脚 防止在鞋里乱晃 也可以增加鞋子的跟脚程度 同时在勒紧鞋带的时候 后脚脖子也有一定的缓冲 鞋车和鞋面是一体的 不会偏移 不会进砂石泥土 海绵厚实柔软 系紧鞋带后不勒脚 鞋带孔一共6个 三个普通三个快拆 能够提供足够的包裹和便捷 自带的鞋带是圆形的 一般圆形的鞋带容易松脱 这款我用着还好 如果你觉得鞋带松可以系两圈 鞋脱防撞和后跟港宝的强度和大部分涂布鞋差不多 鞋子在轻量化的同时保护性几乎没有降低 那我多轻呢 蓝款43用2%码 重视453克 对于动不动单只5600克的徒步鞋来说算是非常轻了 也有一些徒步鞋是400克出头 但是那些鞋很薄很硬 或者鞋子很松 摇晃 支撑一般 虽然那些鞋子里也有我喜欢的 但同重量下这双鞋的缓震舒适包裹防护更胜一筹 鞋子的轻量舒适对于徒步体验提升巨大 鞋面采用了高PEX防水科技 锁中部关键部位使用了牛皮材料 颜值高质感好 最主要的是有支撑韧性好 锁住脚不雷脚 防止脚在侧面过度移动 高PEX防水虽然说和内外材料以及处理有关 不过我穿下来体验都差不多 只要防水就不透气 不过对于冬天徒步来说很友好 可以防风保暖 如果有可能我更愿意选择不防水的版本 这双鞋我还没有遇到过大雨和过很深河水的情况 只遇到过露水和小溪 在这样的情况下表现很好 没有试鞋对我来说就够了 高PEX鞋面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是冬季徒步可以防风 提供一定的保暖 鞋子后侧降低了鞋帮的高度 好处是脉部灵活舒适 灵活性接近低帮鞋 缺点是我看网友评论说的 后跟低容易进水进沙 这点我暂时没有遇到过 我也不觉得是缺点 后跟的高度比一般的低帮鞋高一大块 就已经足够好了对我来说 还有网友说这样大面级楼空鞋帮后侧保护性弱 高帮对我来说主要是保暖防状 不防歪脚 可能保暖性能确实有所影响 不过这块皮肤的保暖 我更愿意使用后搭底和后袜子结合 总的来说利大于弊 另外一个缺点也是看完我评论说的 就是开胶 而且非常多人说 我暂时没有碰到 可能我现在使用的时间也不是很久 现在看来一次高强度徒步之后一切正常 我也挺诧异的 如果后续有新的情况 我会拍视频和大家反馈 最后就是颜值部分了 后来装备我对颜值要求不高 功能需求为主 不过回看照片 发现鞋子的颜值还是很好的 也很好搭配 鞋帮侧看是V字形几颗线条 增加利落感 鞋面部分棕色牛皮 留线型纹路质感和速度感坚固 中底米白色 显轻盈且耐脏 整体的轮廓和造型 看起来爆发力十足 我个子不高 这个鞋直接增高2-3厘米 拉伸了腿部线条 看起来更精神挺白一些 最后总结一下 这双鞋属于薛弦鞋的外观 跑鞋的脚感 专业徒步鞋的性能 在同重量的中帮防水徒步鞋里 这双鞋的缓震 舒适的脚感 鞋楷 帅鞋的外形 都属顶级 缺点上面说了一些 唯一一个我觉得是缺点的缺点 就是鞋底太厚 但是见仁见智 有的人很喜欢 也很需要这种厚度的鞋子 除了在户外穿 也非常适合下雨的时节 或者春秋季节来穿 防风防水 在寒冷潮湿的季节用处多多 瞎不掩喻 一双好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